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峡海城隍庙合伴 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精心安排丰富游城与体验活动 搭乘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 增进彼此互动 还有走访贵德街古迹老屋 与迪化街爱情产业练店家 最重要的是要去台北峡海城隍庙 拜月老千红线赐粮园 最后到T-Fashion时尚基地 进行联谊传话筒 以及体验手作皮革零钱包课程 让参加者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氛围 我们今天是让区公所办理 我们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 但我们今天是一般市民场的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联谊的这一个平台 然后让我们归宾的单身男女 所以透过今天这种单红区办的单身男女 都能够交到四十个天外一半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 我们就是大道城地区 那我们首先第一站就是能够 大家当地跟我们参加整齐 到我们大道城地区这边去打爱自己 那之后我们就是往大道城的街区 可以自我导览的活动 那最后会回到我们永乐市场 四楼的Infaction这个场地 然后会跟我们一些互动交流 跟我们手作的活动 拉近彼此的这一项事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我们 相对爱在大道城的活动这个 单身年龄这个平台 能够拉近我们单身男女的距离 然后能够结成就是 我们进一步在 我们可以结婚啦 然后我们成为之后 他们终生的伴侶这样子 单身年龄活动吸引了 四十位未婚男女报名参加 参加者可以获得手作皮革零钱包 大道城码头货柜市集 下午茶兑换券等丰富豪礼 同时也借由活动认识 大同区悠久的历史特色 并宣传迪化街爱情产业 增加商圈的曝光度 我们大同在办理单身年龄活动 其实从109年就开始办理 那特别我们在109年之后的 110年我们有针对就是 我们至朋友 有办理我们多元性别的产次 所以对于我们一般市民 跟多元性别的种旧 所以我们都能够 算是看到他们的需求 看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办理不同场次 针对不同的对象办理 不一样多元化的单身年龄活动 那也都是希望他们能够 透过联姻这个方式 能够去减销他的另外一半 减销他的伴侣 那进了能够恩继结婚 或者是落地生根在我们大宝 从我们大宝的一份子上座 那特别是像我们跟其他区库 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大宝这边的大道城地区 地区是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所以除了透过地方的码头 了解到当时大道城地区 过去的一些商业的风貌 还有我们不一样的风妙 也透过像在地 我们今天到了Defention的地方 我们都去认识一下 我们不一样的 像是一些新创的原创的商品 跟产品 我们都过去了解一下 我们大道城大同地区 跟别的区不一样的地方 在台北沙海月老的加持下 活动当天总共有18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 还可以获得区长祝贺红包 区公所也祝福参加的 单身市民朋友们 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